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介紹小車機跟大車機的差異性 因為很多客人說詢問我們說 我的預算其實足夠 不過呢 我到底要怎麼選擇這兩款車機呢 我們從幾個觀點慢慢的選擇 首先那個訊號線的部分 就是後面的訊號線天線的部分 因為兩台都是屬於車機的範疇 所以他們都是需要去做外接的動作 天線都需要裝在車外 所以說這一點其實兩台車機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不會說你用小車機就不用裝這些東西 所以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那再來就是電源的部分 大車機本身的功率是50W 小車機是25W 所以說呢 大車機他一定電源要接在電瓶上面 那小車機的部分呢 他因為耗電量比較小 他可以直接插電 沿起供電就可以了 有些車主就會思考說 我的車子還在保固期內 如果我需要出原廠保固的時候 會不會因為我牽的電源線被原廠牽托 所以說他們就會考慮用小車機 因為這樣子 至少我加裝的東西沒有用到原車上的電瓶 用到什麼地方 原廠會不會在出保固上面會比較乾脆一點 當然這是一個點 實際論證還是以原廠為主 所以有車主會去做思考 那這就是兩個電源的差異 再來 功率大小 大車機的功率是50W 小車機是25W 他們的通話距離 可以發送訊號的距離差多少 以實際使用環境有所差異 你還是要看你實際的使用環境有沒有障礙 有沒有什麼 可是如果我們純粹以數學來計算 25W變成50W 功率就是大一倍 可是 換算成距離之後 純粹數學喔 它大約50W只比25W多了4成的距離 它只多了4成的距離 簡單的說呢 就是說 那個功率大了一倍之後 它多了4成的通話距離 那當然實際的通話距離還是會有所增減 這是純粹數學的轉換 那靜靜就好 因為還是以你的使用環境為主 那下一點 就是比較重要的一點了 一般的迷你車機都是雙頻的 也有單頻的迷你車機 那大車機也有單頻跟雙頻 可是大車機雙頻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雙接收 它兩邊都可以同時做接收 好 迷你車機 一般 即使是雙頻的 也是雙手後 單接收 就是它只有一個地方可以有聲音出來 那個大台車機基本上都是雙接收 好 就同時可以收兩個地方 好 那迷你車機也有雙接收的 像是Holora的那一台ZX90 好 那可是一般來講都是以單接收為主 所以那這時候就是要看 你有沒有需要同時收聽兩個頻道 如果有你就只能選擇大車機了 如果沒有 那兩個也差不多 再來呢 安裝的位置 好 你可以看到 迷你車機 它基本上迷你車機都面板都不能分離 好 那個ADI那台比較特別 好 我們不說 基本上都是這個尺寸 雖然不大 可是因為它面板不能分離 所以它還是佔據了一定的尺寸 如果說你今天 你要能夠操作面板方便順手的話 這台機器勢必要離你 駕駛的位置不遠 那可以安裝的位置就很有限 又要不妨礙你的駕駛 然後又要美觀 又要順手 這樣子能選擇的條件下其實都很有限 所以說 安裝上去之後 大部分都會比較突兀一點點 因為畢竟它的主機就這麼大一台了 那大車機除了單屏車機大部分都不能分離外 如果是雙屏的大部分都可以做面板的分離 可以看到 那這條面板分離呢 它的線也可以做到很長 就是我們可以簡單說 我們可以把主機藏在椅子底下 藏在後車廂 藏在你想藏的地方 面板 裝在我想裝的地方 擋方玻璃 裝在那個儀表板 中控台有的沒的地方 我想裝的地方 只要可以接受它就可以裝過去 所以說它安裝起來會相對的美觀 有沒有看到 而且比較不佔空間 所以其實大車機不一定佔空間 是看安裝的方式 那基本上呢 這就是迷你車機跟大車機 比較多的差異點 那只是說我們把它提出來 給大家做個分析看看 那討論一下 那作為你們去做購買時的挑選 因為畢竟現在其實雙面車機 如果買ADI的那也不貴 可能就是比那種迷你車機貴一些些而已 可是 如果說你需要面板分離 需要兩邊同時接收 或者是需要什麼功能 或者是說你不需要 你就是簡單 你只要插點元器 就是說 看你的需求去做選擇 沒有說什麼機器比較好 沒有說哪一種比較適合你 哪一種最棒 依照你使用的需求去做選擇 那以上謝謝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喔 讓我們 omega-5 或許更新的影片 我們在影片下一個影片列印 小鈴鐺 加油 我們來做上了一種影片 我看兩邊的下一個影片 也是幫助行嗎 是嗎